法国导演卢贝松指导的露西 李安导演的少年拍的奇幻漂流 这两部叫好又叫做的电影有一个共同点 导演都来台湾拍摄取景 而促成这一切的台北市电影委员会 日前在洛杉矶庆祝成立十周年 总监饶子娟表示 台北是台湾影视产业的重振 十年来已协助超过5000部影片在台北拍摄 希望透过与各国的交流 强化台湾影视产业 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能够吸引更多的国际的团队来这边 也让我们的从业人员 不但能够丰富我们的收入 也能够增强我们的国际竞争力 主洛杉矶台北经文处指出 台湾地理环境多元 文化汇聚 来台湾拍电影 不但取景丰富 影视从业团队更是人才积极 政府的能量也好 民间的资源也好 所有的人才物力各方面 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投资合作 共同携手创意竹门的好地方 为带动台湾影视产业 北市影委会表示 将提供100万美元的影视发展基金 投资国外团队来台取景拍摄 人才交流 促进在地影视与观光产业国际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